最近,我们国家的海上阅兵,受到的关注预议增多,而在海外,一个十年前中国阅兵式的视频也意外地走红了,外国网友对中国的阅兵式的规模和方正的整齐感的惊奇。 评论区里有大批网友对中国表示赞许,为什么我们一场十年前的阅兵式都能够在海外受到热捧呢? 其实阅兵式中有暗藏着许多傲逆的,阅兵式是展示一个国家军事实力和综合禁定力的有效方法。 举行一场庄严精彩的阅兵式,不仅能展示国家先进的军事武器、科学技术,也能展示国家实力,增强民族自信心。 其实,中国每一场大阅兵,都会使其他国家连连称赞,有印度网友被中国军队极高的纪律性所折服。 在论坛里写道,他们的方正是如此整齐,难以想象每一位士兵在训练时付出了多大的努力。 这是中国军人的素养,值得印度深思和学习。 也有美国的网友表示羡慕和敬佩,中国阅兵式规模的好大。 这样的阅兵式已经超过了世界水平,看完中国阅兵的人,都会被他的阵容所折服。 期待有一天美国也能举行这样激动人心的阅兵。 赞美的背后,也存在一些质疑声,有网友觉得中国的阅兵式规模太过宏大。 光是参加热兵式的人数,就能超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全部人口了。 而强势的军力也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危机感。 其实这位网友的担忧是完全不必要的,因为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,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提升。 但我们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。 如今和平才是时代的主题,以现有的技术,战争一旦爆发,和武器会使整个人类的地球家园不保。 还有网友将外国阅兵与中国阅兵做对比,惊叹中国士兵走方正太震撼人心。 简直像机器人一样整齐,对比国外的阅兵。 中国士兵简直太帅了,有一位女性网友称,她已经待仗了看中国阅兵式,现在已经重复看了这个视频20次了。 关于我们的阅兵式,还有一件句是,一个叫卡扎尔的国家,在看完中国阅兵式后,立刻放弃了原先的英式阅兵,转发向中国学习。 指挥动作的指令都是使用中文,这也算是中国阅兵的头号粉丝了。 有人预言,2019年中国阅兵将更进一步,拿出史无前例的最强阵容,几沙场大阅兵之后,祖国会有怎样的阅兵心姿态呢? 我们共同期待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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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